大家晚安我們起來關心今天的天氣 這兩天全世界最大的新聞就是有美國NASA 發現了另外一個 可能是很像地球的 行星 這個來說的話他距離地球有1400光年 所以也就是說我們今天看到這張照片 是1400年前的這個他的環境 那我們要到這個地方也很遠很遠 所以如果唐朝的時候 有一個火箭的話 到這個地方可能是有機會到的了 不過真的很遠很遠 所以大家呢 還是要愛惜我們的地球 不要覺得說我們的地球可以被糟蹋 還有一個在這個地方 因為呢 除非是說有很大 科技的跳躍 不然呢我們一輩子其實也到不了這個地方 可能要好幾代以後 隨著科技的轉變才有辦法 那這個呢有什麼意義呢 事實上我們科學家 用很多的望遠鏡 特別是太空望遠鏡 科普勒望遠鏡去看這個 未來的這個行星 事實上這個呢就是希望 找到說 如果 這個行星很像地球的話 那他這個行星比我們地球 老很多 所以他未來的情況會怎麼樣 就可以去預測到我們地球的未來 當然啦目前來看的話這個 科普勒452b 似乎溫度比較高 有一點走在末期的一個階段 所以後續呢就是有應該會有更多的研究 來告訴我們說我們的未來 不過這個尺度 我們天文的尺度 都是屬於這種 萬年 億年 千年 這個離我們很遠很遠 所以大家呢有時候看這個樣的一個情況呢 可以有一些想像空間 但是呢可能不是可以很讓人期待說 我們可以去移居啦 或是做出一些改變 這個還是屬於一個科學的調查 天文上的一個 探討而已啦 回過頭來看我們的美麗的地球 現在來說的話 這個 Aloha 這個颱風 預計呢可能會侵襲 韓國跟日本之間 原來會往這個 九州四國這一帶 可是現在可能是差邊一點點 這個過了 那台灣來說的話這邊有一個 空檔在這個地方 所以今天午後震雨比昨天 小很多範圍也少很多 先來看這個 Aloha這個颱風 你看現在路徑又開始變化了 原來前幾天會往韓國 現在呢又有一點修正 可能跟日本韓國的中間 不過以這樣的路徑來看的話 勢必 在未來幾天 也就是說周末禮拜天這個時候 可能會對日本南部有一些影響 甚至影響到日本韓國 大概都有一些機會 他的強度呢正在減弱當中 還是一個中度颱風 所以未來這幾天也是要關注一下 那台灣這邊呢相對的就是一個空檔 所以 當然啦還是有些熱對流 你看這個就是北部今天下午下的雨 那整個 台灣的西南邊稍微空了一塊 基本上呢現在太平洋高壓 正在慢慢的犧牲當中 等到這個颱風一退 一上去之後 太平洋高壓應該就會升過來 所以到下禮拜 所以這幾天其實 還是有些午後的熱對流 但是這個熱對流呢 不會像昨天 這麼的明顯 未來的情況呢 就隨著說這個颱風 慢慢的這個 往上走 所以 當然啦這個會不會跟我們這邊 西南風會帶動起來 這還有在觀察 但是可能有 但是預計不會很大 等到這個颱風一上去 這個太平洋高壓 就開始又再升過來了 所以 下禮拜大致上是一個 相對的 晴朗炎熱午後震雨的天氣 那未來呢就要留意說還有沒有颱風在這個地方會發展 不過目前來看的話還要等一段時間 這個時候說有沒有颱風還太早 因為 這種擾動呢還在行程當中 所以未來這幾天呢 到了白天還是晴蝕多雲 但是到了午後還是雲量比較多 局部有一些這個震雨 這個局部是很難預測的 可能有時候在山區 今天地方下或明天下可能都不大一樣 風的部分來說的話還是吹偏西南風 不過這個西南風目前來看的話量沒有很大 所以水氣呢也沒有很夠 所以 大致上呢不會有那麼大清盆的一個大雨 不過呢這樣西南風代表就是比較炎熱一點 大家要有一個心理準備 那溫度上呢 很快就會回升起來了 就開始進入夏季 昨天是大暑啦 那這個未來呢 其實在統計上其實大暑是 整個東亞來說的話的確是比較熱的時候 請大家多留意大致上的未來的溫度27到34度 就是屬於很熱的一個天氣形態 南部呢稍微好一點點因為有一些局部的震雨 不過相對的 比北部好一點點 那北部來說的話因為台北都會在盆地比較熱啦 我們給大家建議 這個高壓呢逐漸的在增強當中 不是馬上喔是逐漸的 那再度進入這種高溫的炎熱天 那午後陣雨呢是在減少當中 那下週呢就會開始慢慢進入一種 熱浪天了 所以就是會開始很熱的天氣從下禮拜 可能三次之後就很快就開始 那什麼時候會降溫就要看有沒有颱風來台灣了 請大家多留意